观察者网讯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4日报道 随着欧洲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RN正在起草一项预案 准备在欧洲用电需求高峰期 关闭部分粒子加速器 并研究如何在必要情况下 暂时关闭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 华尔街日报报道截图 CRN能源管理委员会负责人 塞尔吉克劳德特·SERGE·Claudette表示 该机构正在与电力供应商 法国电力公司EDFSA沟通 希望能提前一天获得减少用电量的预警 我们关心的是电网稳定性 将近级所能防止我们所在的地区停电 克劳德特称 CRN希望能保持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运行 避免突然关机 对这台价值44亿美元的机器造成损害 因此在用电需求高峰期 CRN会优先关闭其他粒子加速器 这最多能让该机构的电力消耗降低25% 不过 CRN也在为紧急情况做准备 考虑如何在必要的时候 安全关闭大型强子对撞机 报道称 这台对撞机 依靠冷却到零下271摄氏度的超导磁体 来弯曲粒子树 即使关闭粒子树 设备也需要大量能量 维持超低温环境 关停大型强子对撞机 可以额外节省25%的电力 但也会导致相关实验推迟数周 资料图 大型强子对撞机 图自CRN网站 克劳德特表示 CRN官员目前正在制定终止实验的计划 预计将在月底提交给资助该机构的各国政府 在我们得到科学研究预算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要自愿停止科学研究 以节省能源 那我们必须确保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 华尔街日报指出 CRN坐落于一处横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庞大建筑群之中 粒子物理实验 使其成为了法国电力消耗量最大的客户之一 该机构在运行高峰时期 可以消耗近200兆瓦电力 相当于临近的瑞士城市 日内瓦全程耗电量的三分之一 该机构拥有的八台粒子加速器中 最著名的莫过于大型强子对撞机 它是当前全球最大 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 2012年 CRN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 证实了希格斯波骰子的存在 这是一种能赋予基本粒子质量的粒子 在经过三年的维护和升级之后 大型强子对撞机在今年7月恢复运行 华尔街日报称 CRN的科学家正利用该设备 探索希格斯波骰子的特性 并寻找可能构成暗物质的粒子 然而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重启时间 正好碰上了欧洲能源危机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导致天然气供应日益紧张 法国多个核电站停工检修 更是进一步推动 欧洲电价上涨 法国近70%的电力供应 来自核电站 但现在全国56座核反应堆中 有32座处于关停状态 接受日常维护 或修复硬力腐蚀问题 这导致法国的电力供应陷入紧张 结束之前重启和反应堆 法国电力输送网络公司RTE则表示 为避免停电 该国今年高峰时段的用电量 需要减少15% 资料图 法国卡特农河电站图自澎湃影像 华尔街日报指出 CRN为关闭粒子加速器采取的准备工作表明 欧洲面临的能源危机 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整个欧洲大陆的能源消费巨头 都不得不制定计划 在冬季这一天 燃气和电力消费高峰期 减少能源消耗 报道还提到 不断飙升的电力和天然气价格 已经让欧洲一些工厂关门歇业 从炼钢厂到化肥生产商 高昂的能源成本 让这些欧洲企业失去了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9月3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以技术故障为由 宣布无限期关闭 北溪复一天然气管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 此举将让欧洲的领冬提前到来 由于后续能源价格将被进一步推高 欧洲在经济上可能也会遭遇领冬 对于欧洲有关俄方开启能源站的指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5日回应说 天然气交付问题是因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而起 不应将责任推到俄方身上 西方集体 欧盟 加拿大和英国 他们应该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的地步负责 佩斯科夫强调 正是欧洲的制裁导致设备 无法得到正常维护 北溪管道的技术问题将持续存在 直至西方解除对俄制裁